歡迎收看 G-Channel Ultra G-Channel Ultra是G-Channel的第二頻道 主要介紹超氣溫啥和影音產品給大家看 今天帶來的是ASMOLA 超聲波清洗器 這是什麼呢? 大家一看上去就像是洗眼鏡的機器 大家有用眼鏡的朋友都知道 有眼鏡的污漬 很多時候在家中找個肥皂還未能洗 要怎樣做呢? 如果徹底清洗的話 就真的要拿出眼鏡店幫你做 但無時無故走進去 通常都是黑臉 現在有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在家中試洗眼鏡 今天帶來了這個 跟大家一起開箱 先打開看看 ASMOLA 韓國產品 信心保證 不需要擔心 就不是淘寶的 開箱之後 就有這樣的機器 看上去已經極度像這個洗眼鏡機 打開了的話 它有一個洗條架 還有保用書 另外有說明書 說明書 如果不懂用的話可以看看 基本上很簡單 只有五、六個步驟就完成了 另外有一個火油 現在我去接好它 然後拿水回來 和大家一起洗洗眼鏡試試 接好電源 現在示範一下怎樣洗眼鏡 我本身有戴眼鏡 很方便 這次直接洗洗眼鏡 首先打開它 然後倒水 指示有最高水位置 不要超過它 大約倒到指示位置 接近兩杯水 之後怎樣做呢 就是放要清洗的產品 這次我直接放自己眼鏡 剛剛好可以浸滿 其實可以放多一點 因為差點還未浸泡 OK 放進去 如果你是金屬清洗模式 指示燈會亮到藍色 按一下 如果是非金屬清洗指示 就是紫色 按兩下 現在我這個 一半是金屬 一半不是 應該是按什麼呢 不如先按一下 先按一下 已經來了 好了 如果你是金屬 需要180秒長 即是3分鐘 需要3分鐘時間 另外如果你是非金屬 需要300秒長 現在我們先試一試 大約鎮了1分鐘 它已經看到 水面上 已經有很多白色粉末 做出來了 這可能是我的懶頸髒問題 剛才是清潔的 現在已經開始有 浮起的即像出現 哇 很多白霧 震出來了 哇 真是有些材料 不停地震出來了 好 我養一養它 效果會更加好 哇 好害怕 我已經看到 很多髒東西 被我這個清洗機震出來了 好 它似乎會結束 很簡單 好 現在我們看看 嘩 你真是不震 你也不知道 原來自己的眼鏡這麼髒 是震出一大堆 這些 很恐怖的東西走出來 大家看到嗎 哇 有些白色的點點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些是平常我們都在眼鏡上 永遠都洗不乾淨的 動作了 洗完了 盤盤盤 真的很恐怖 有很多粒粒的塵埃 都震出來了 現在眼鏡 也非常乾淨 洗完後 邊都會變得很粒 嘩 關鍵是震出的髒東西 實在真的很多 原來 如果不是自己去眼鏡店洗 基本上你的眼鏡會不停藏造灰塵 就是這樣 OK 跟大家分享了這個 超聲波的清洗機 剛才看到效果 非常恐怖 又如何把所有灰塵都震出來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一部 試一下 清洗一下自己的眼鏡 其他金屬用品 知而處理 可能手上有很多 手汗的髒東西 都可以用來洗 好 今次的影片介紹到這裡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也好問大家留言 新頻道會繼續開箱 會介紹更多新產品給大家看 下條影片再說了 Bye Bye 好,趕快把家裡所有眼鏡拿出來 震震一下